本赛季第一个18000分戈亚87.4的批分 跟你们说一下戈亚增强后的出装以及名文 名文的话还是不变的名文 两个隐匿八个夺萃十个阴眼十个霍允 然后出装的话这里有两套出装 开局买布甲然后抵抗鞋或者布甲鞋 这个看情况大多数都是抵抗鞋 第一件先出无尽 然后再出防暴双刃加点这个暴击率 提升无尽的这个暴击效果 合成引刃 引刃合成之后呢关键点来了啊 如果说你是逆风局 然后对面的刺客很强 最开始出了个布甲对不对 把他合成一手晶级护手 然后如果你是军事局 对面不是很肉的情况下 直接出黑切就是这种局 对你来说很简单啊 顺风局我能暴杀对面 OK你直接出黑切 然后如果对面就是很肉的情况下 然后又有点逆风 晶级护手加破晓 拖一点伤害高一点 晶级护晓 然后出到现在之后呢 吸血刀最后补一手暴力 吹心锤的话有点入 首先第一点他合成不平滑 他会卡700块钱 第二点他生命值不够 你看不住 黑切这里能给你提供500点生命值 非常关键 大概就是这么出场 你看我爸爸都这么出的 两种情况 一种优势局出黑切 另一种就是逆风憋破晓 召唤师技能只带狂暴 其他的任何技能都不推荐带 我现在不推荐弱化了 一代版本一代神 上个版本是因为戈亚 他本身伤害就足够了 现在被削了伤害出仓穷 就有点没伤害了